有人吗 你好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边灵水的黎安镇 这一排呢 好多这种别墅 各位这个别墅可是靠着海的 当之无愧的海景别墅啊 可是呢 我看这个别墅两旁 杂草丛绳啊 根本就没有人住的迹象 我这一问才知道 大概能有一千多栋别墅 全部都被荒废了 我把车开进这个别墅区里面 在那挺好了 看到右手边这些 全都是一栋栋的别墅啊 连排 还有这个别墅做成的院路啊 它这个门口 全被村民用来种菜了 可见荒废已久啊 看这边这一栋 应该是一个连排别墅 但这块呢 也是独门独院的 我看这个窗户怎么开着呀 咱们进来看一下啊 有没有这种 晚上荒郊野岭废弃别墅 探险的感觉 这边的杂草已经长了这么高了 哎 那门也是开着的 天啊 虽然是大白天 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这个进门 这个是狗屎 我们进来看一下吧 这个空间还挺大的啊 这说话都有回音 有人吗 你好 听着这回音我有点害怕 这个楼梯装好的 底下的瓷砖也是铺好的 底下的瓷砖也是铺好的 这个洗手间 卫生间 还是干湿分离的呢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精装的小别墅了 这个电表 电表的盖 都已经掉下来了 免久失修啊 这地上的烟头 说明之前还是有人进来过的啊 哇 这个大卧室确实很大呀 然后呢 这边还是一个落地床 床外还有一个阳台 这个三楼也是个卧室啊 这上还安了灯 这淋浴间还有马桶 过来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块的插座 应该也是被风啊什么的都吹掉了 螺丝啊电线啊都掉了 墙上的灯表面上也都生锈了 哎你真别说啊 你就是别说我这个下午六点钟 天还亮着我过来看这个别墅 要是晚上来看的话 真的能把人吓死 有没有人在这里演鬼片啊 或者整个什么密室探险 午夜惊魂 要不是有老陆陪着我 我是一个人 断然不敢来这里的 不过啊可真别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别墅 三层往下望的一个景观啊 这个是马路 是吧两旁的椰子树 而且呢这条马路一直通到那头 大家看到有个小山包 鼓起来那处没有 那块就是海边的 就这种别墅 要是搁在三亚的话 估计啊 卖个上千万都不止呢 但是到这里 居然都被荒废了十一年之久 真的是很可惜啊 哎我看到前面好像有村民 我们去问一下 这其中的缘由啊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些别墅都荒废了吗 哦 当时住在里面 没有开发这些人 也没人住 是开发多少年了呀 三十年了 有十年了都没有人住吗 哦 安置房 哦 这些房子 是用来安置村民的安置房 这是换住的 那些 没安置的人 全部放在这里 哦 那村里面是开发的 用来 你知道干嘛的 是 就是属于安置房 属于安置房 但是你们一直没有住上 对 就是一般 中也没有什么 说法 就是说 就我们搬 搬进来住 嗯 配上多少 你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割的 应该十一年了 刚才问了一下 附近在种地的阿姐啊 然后大概了解一下 这里面的情况 现在这里面 废弃的别墅 约有一千到两千栋 特别庞大的一个规模啊 据说是 十几年前就已经盖好了 当时的说法呢 是附近 黎安镇的村民 全部都搬到这里来 这里呢 做一个安置房 但是呢 到现在十几年了 村民们还没有搬进来 所以到现在 这十多年过去了 这些房子还是空置着 没有人住 现在准备放一下无人机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别墅群的规模 一点都搬掉 千万怀 不是 你觉得你 你不能把这个 动作 整个 心里 走 把这家 能吃 带来 孔個 吃 你 吃 害 这个多好玩